若有的问题分判不出来 如何去行 才算是正道 这个义法不义人 这是佛的四义法了 在自己熟识的佛经中也没有看到 佛如何指示 这时候应该如何办 佛垂灭的时候 教诫弟子四义法 义法不义人 义义不义语 义了义不义不了义 义智不义识 能够遵守这个教会 佛虽然不在世了 如同佛在世 没有两样 法是经典 我们辨别 善知识 善知识所讲的 决定不违背 决定不违背 经典 言语说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意思不会错 意义不抑郁 但是一定要以经典 为准则 善知识所说的 意思 绝定不违背 经教 违背了经教 那就不是善知识 所以四义法 是我们一个准则 是我们一个准则 是我们一个准则